我個人就是說 希望我的那個 單身的狀態可以維持到百瑞的第三季 不然我怕製作人會找不到我 取不出來工作了 百瑞第三季結束 我在談戀愛 最少單身一年 單身的人遇到了 那就遇到了啦 我也不會真的很堅持說 不行!我只是要單身 這30年過30可以 我覺得我的人生跟百瑞的人生 是同時在進行的 就差不多的劇情 然後我有真的有認真去跟他們約會啊 什麼的 但是就是 好像沒有想談戀愛 就是真的是緣分進了 不是那種什麼不合或什麼 就是真的是 也沒什麼必要聯絡 你如果用騙的的話 我都覺得就是炸 曾經有比較ㄎㄧㄤ的一個經驗是 我就是跟著男朋友講說 如果你跟外國人可以 但亞洲人就不用了 因為我已經很積聘了吧 我是亞洲積聖 大家好我是張浩雲 我在喝白日的第一季 裡面獻的就是 外國人是喝白日的弟弟 好 是暖男包 是暖男包 算是吧 暖男弟弟 是吧 算是嗎 是 瑤瑤有覺得是暖嗎 還是沒有 暖我弟弟很暖 超暖 超暖 有在姊姊失業的時候 撕住她 對 對 姊姊失業弟弟還有拿錢出來給我 吃飯 吃飯 大家好我是中瑤 我在喝白日的第一季版裡面的角色 叫Bivian 是喝白日的那個吃鍋 辣鍋小夥伴的好朋友 好閨蜜 對然後我是在那個閨蜜當中 唯一屬於比較溫柔關懷的那個女生 對然後是像是一般的小白臉 但其實是一個 私底下很邋遢很髒萬別的女生 這樣子 浴缸女 對浴缸女 哈囉大家好我是顧書楊 我在喝白日的第一季版裡面 飾演的就是喝白日本人 對然後就是一個 一個失戀又失業很可憐的女生 哈哈哈哈 大家好我是一梯 我演的是 呃 尤茜 尤茜 是喝白日公司裡面一位空降的女上司 然後非常有公主並極致的一個角色 所以在她失戀的時候也給她很多折磨 大家好我是小玩家 我在喝白日的第一季版面叫周智銘 然後是 裡面瑤瑤的男友跟前男友 一起嘛對不對 男友兼前男友 兼入地獄的 地獄使者 文青男 所以其實你們兩個是真實故事 對吧 對 對我們這一條線是真實故事 這就是 你們都是虛構的 我們也是變祝福的 在戲裡面 因為這個故事的需求 所以就有稍微做點調整 哦 就是 就是 把這個男的 把這個文青男的這個特性 把它 放大一點 那因為我們今天有些媒體朋友 還沒有看過片子 要不要講一下經典台詞 哦我也沒看過 你還記得經典公子吧 因為已經 這個籌備已經三年多了 久到他都忘記 他有演過這部戲 那你那個經典台詞還記得嗎 空虛獅頭 哦 我的空虛獅頭野獸 你要用你劇中的角色 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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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空虛 是不是我野獸 要不要給你那個預告 我會 想到我身邊的人 好好討厭耶 對 哈哈哈 我覺得 會嗎 你沒看過我看的時候 我覺得你很驚豔我 為什麼 你很亮 你很亮 就你看起來完全不像是你這個形象 那我們一二三來哦 看看哦 一二三 誒 誒 誒 我要講那個開始嗎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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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讀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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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三頁再一次 吃麵那個 對啊 他那邊超緊張 因為第一次對戲 然後隊友都在講話 從頭到尾都在講話 然後整個臉就是 對 他那邊很緊張 而且他在外面的時候 他就一直跟我說他很緊張 然後他就說 我就問他緊張什麼 就是演戲 又不是第一次演戲 他就說因為要跟前輩對戲 我就想說很沒禮貌欸 我就不然再講前輩了 算一次吧 是是是是 你跟瑤瑤跟周瑤 給這個暖男弟弟打幾分 滿分幾分 滿一部分 你們自己一次有發揮 你說暖男的部分還是其他 都可以 滿分是100還是10分 看你們嗎 10分好像比較鬼 10分 10分好 10分 他們兩位都對你很熟悉 這滿分是100 好厲害喔 吃給10分 沒有 開玩笑 因為這個角色當中 他在劇中就是一直陪伴者姐姐 對 所以應該真的是一個滿老闆的角色 他後面還有更多有發揮的部分 我很期待 超多 那我們最後用一句話 推薦赫白瑞地獨白 快點 這是有發揮 希望大家大年初一的時候 一定要準時收看 赫白瑞地獨白在HBO GO 好 然後以題 請大家喜歡支持河白瑞地獨白 謝謝 有有 欸 就是一定要收看喔 哈哈 好 中央 我覺得河白瑞會陪我們很久 因為他不只有這一集而已 嗯 所以一定要記得看 好 我們最後壓軸 壓軸 大家很期待喔 哈哈 好 那我們現場媒體員 有沒有什麼想要問的 剛才有在城隍廟有影響的設計嗎 在城隍廟 內心跟嘴巴說得對的 哈哈 我講的是一樣的 也差不多啦 我講的是一樣的 希望這部戲可以被打開 對 然後內心又說小 請你可以事業再更好一些 有沒有有求意編呢 我剛跟那個城隍也講就是說 我希望他可以帶著河白瑞地獨白環遊世界 因為其實我們不只是在台灣播出 我們還有派文版 然後是越南 馬來西亞印那一文 對 而且是各國的發音都有 不是只有華語吧 就是東南亞的有 對 對 所以希望他可以帶我們 聽我的音樂 不會小 我們那種不太小 就想透過HBO GO 帶我們到世界各地這樣 然後我個人就是說 希望我的那個單身的狀態 可以維持到百瑞的第三季 不然我怕製作人會找不到我 就不出來工作了這樣子 哈哈 就是百瑞第三季 很快很快 對 百瑞第三季結束 我在談戀愛這樣 就有一個極限 可是我們計劃它是 它是搶壽劇耶 哈哈哈哈 你說演到百瑞變奶奶嗎 哈哈哈哈 你有這個計劃嗎 我們可以再 演到有女兒啊 哈哈哈哈 會千瑞 對就是 哈哈哈哈 還要變千 就說他要陪伴我們很久 很久 好那我希望我的那個人生 可以跟百瑞一樣順遂 哈哈 你會單身大概的時間嗎 因為第三季 其實快要開拍了 所以應該也不會單身 對 製作人不會讓我單身太久啦 因為在過程當中 他都有介紹的朋友給我 所以我看到第三季還會沒有 第三季可不可以找 多找一些男演員啊 身高180啊 長得帥的啊 整個年輕人 哈哈哈哈 對 就這樣 就百月老時候不是剛剛給很多條件的禮物嗎 對 清單裡面有老師嗎 但我現在就沒有 我現在就跟他講說我真的想單身啊 哦 我剛剛真的有跟那個程王也講說 我現在真的想單身 但是就是等到第三季之後再說 你有強調這一句嗎 第三季 有有有 我剛剛有特別強調 百瑞第三季拍完 因為要給一個期限 不然他們說 因為那個剛剛海芬姐說 不然這樣我會 又會很單身 對對對 有 我剛剛有講我剛剛 哈哈哈哈 好 嗯 第三季大概有 嗯 就是站在籌備中 對 就是希望明年 寫劇本的狀況 對 寫劇本的狀況 這還要很久耶 對 沒關係啊 因為我這一年的工作 好像已經排的蠻穩定了 至少單身一年 至少單身一年可以看 但真的遇到了 那就遇到了啦 我也不會真的很堅持說 不行我只是要單身 哈哈哈哈 那現在什麼樣的調遇的男生星 除我跟那個女生 方正 就我 就要180很帥 對 而且要俊美 是俊美 俊美 有比較喜歡年紀輕一點的嗎 現在好像 就30 年過30可以吧 年過30 以前不能年過30 哈哈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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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所以像之前打槍製作人 跟Ten哥介紹的 都是沒有這些條件嗎 有 都有 都有 可是你還是打槍 就是 我有 我真的有試圖跟男生 就像何百瑞劇情一樣 真的 我真的跟百瑞第一集一樣 就失戀之後 然後就開始試圖就是 朋友介紹啊 然後我覺得我的 那個人生跟百瑞的人生 是同時在進行 就差不多的劇情 對 然後我有真的有認真去跟他們約會啊 什麼的 但是就是 好像沒有想 談你來 現在現在 現在 沒有來電 就是沒有來電 就是當好朋友 因為那個 當男朋友可能是一陣子 但好朋友是一輩子 對 就我們先當朋友就好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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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中瑤到底有球嗎 我剛剛都是球工作 對 好可惜哦 不會很慶祝 現在 沒事啊 他每個禮拜都可以來球啊 他咖啡一定在同屁 還是第三系的男演員 你們兩個可以當Casting 可以順便挑這樣 你在對我說話嗎 你們兩個啊 就是當Casting 那中瑤其實是有 就是比在戲中中瑤是有比較 穩定的對象 在愛情觀我應該是就是傳統 在戲中 對 他都學很前衛 前衛 但我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我們 現實生 我跟大家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問題 跟戲裡的角色遇到的問題 其實有一點相似 什麼問題 記得看就知道 記得看就知道 我就是失業又失戀啊 我人生真的有這個過程 對 在裡面我是一個穩交的對象 對 但是 幸福到 幸福到人生下一個階段 自己的幸福 對對對 因為蠻有趣的 對 劇中的角色是很奇怪 沒有沒有 他沒有部分主意 就是 人生有很多事情卡關 看了就知道了 哈哈哈哈 那你直接解釋一下 你現在的眼睛是卡在哪裡 這樣有感覺 現在完全已經脫離了那個角色 所以之前是碰到人生卡關的時候 就有交往對象 可是卻無法進到小部 其實大部分都是這樣 是你這邊不想 還是隊長不想 應該都是我比較不想 所以你跟劇裡面不一樣 劇裡面很穿 齁 他 對 但他也是就是有一些個人的狀況 他遲遲無法向前 對 我覺得有時候也不應該 不一定完全是另外一方 應該是雙方不能感覺沒到 或者是 原算還不到 對 原算還不到 是 你沒有到副婚主義吧 沒有沒有 現在沒人取 所以最近還是在單身的狀況 對啊 那你真的不會想要 那個 剛剛沒有順便求一下 有求在工作 工作姻緣 對 工作姻緣還是有這樣 就是工作的緣分 比如說像是工作的 叫什麼角色 不是愛情的桃花 是 拍地四季 友情跟 欸 對 拍地四季 友情跟事業的桃花 就是你 是你 是你 你 還在寫 想一下 你要抱養我一輩子了 哈哈哈哈 你知道還是我們 我們 超美劇 工作的時候還是有人陪嗎 對不對 現在有追求者 走了 沒有 應該看 應該有我也不會發現 對 他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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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ㄎ 那你有嗎 我沒有 現在沒有 完全沒有嘛 你們不要互相欠壞了 而且你們這樣 一向魂流下來 你有嗎 有嗎 這邊沒有這些困擾 那你有嗎 這個也沒有這個困擾 他年紀還小 喜歡擠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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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沒有 沒有特別要求 那現在要喜歡的人 現在還行 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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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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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猜了 就他等一下可以回答說很多個這樣 很多個 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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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人臉紅起來 好氣色的孩子 說不了話 壓力大 那我們現在還有問題嗎 劇裡面的角色是罵前男友 然後在網路上走紅 對 那就是現行生活中 就跟前男友 你說公開罵嗎 我能公開嗎 哈哈哈哈 等我50歲把他寫成劇本這樣 現實生活中你有可能就是跟朋友罵什麼 就是罵前男友 我不太會欸 因為我的觀念是這樣 就是我覺得每個人的那個 跟不同人的緣分不一樣 然後那都是他們之間因果關係 可能他會這樣對我 但他未必會這樣對他 那我不希望我的判斷去影響到 我朋友對這個人的想法 所以我可能會訴苦會講一些小事情 但我不會去影響到別人對他的想法這樣 你看前男友都還是朋友 欸沒有聯絡了 全都 就是真的是緣分進了 不是那種什麼不合或什麼 就是真的是也沒什麼必要聯絡 他會跟江貝加聯絡啊 欸 我們好像也沒有聯絡了 哈哈哈哈 我們進去 我們的夏天到現在 好像也沒有聯絡了 兩三年沒有碰到麵了 對 所以今天是酒別窗口 我們其實私底下有碰到一天啦 有一天有碰到這樣子 對 那有喔 你有遇過渣男嗎 我有遇過渣男嗎 我有遇過渣男嗎 怎麼樣的定義算渣 我覺得因為每個人的接受度不一樣 有些人就覺得就是喔 可能你跟其他女生帶著去 你有女朋友跟其他女生帶著去 他就覺得這個人渣 或 但我的範圍其實蠻廣的 那什麼時候會讓你覺得渣 我覺得不要騙 喔 對 你如果用騙的的話 我都覺得就是渣 可是如果不是騙的的話 我都覺得 你一開始跟我承認就是喔 我就是喜歡很多 我就很花心 這種我都覺得OK 真的我真的覺得OK 因為我 你有遇過渣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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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喜歡你的話 我就是真的會 就是好的不好 我都會想辦法接受 就是 但我不一定要跟你在一起啊 就是 那跟劇宗一樣 不好成群 不是這樣吧 就是我可以選擇 我要不要跟你交往 就是我還是可以繼續喜歡你 因為你就是一個渣男 那我可以喜歡你 但我不要跟你在一起啊 喔 對 就我還是會愛你 但過了就過了 我自己會去調適嘛 可是我不能 我不會想要改變他 因為我們自己要改 自己都很難了 你怎麼可能改變別人 就是又渣男 繼續渣男 對就是你是渣男 你承認 那我就OK 那我還是喜歡你 但我不一定要跟你有什麼 進一步的關係 我曾經有比較ㄎ的一個經驗 是我就是跟著男朋友講說 所以如果你跟外國人可以 但亞洲人就不用了 因為我已經很極品了吧 喔 就是如果你想要體驗一下 不同的人轉 就是在安全跟健康乾淨的前提下 我覺得OK 就你情我願 但我也不會生氣 是不是很前衛 好前衛 好前衛 我們下次一次下 我們有標了 我們有標了 差不多了吧 謝謝 千萬不要跟非洲人 我跟你講 反而這樣聽到他就更不敢 更不敢做什麼事情 我覺得有時候你越抓的 不是你的 你怎麼抓就不是你的 那你這樣跟他講 好喔 就這樣 但他就是很乖 就是真的很乖 很乖 謝謝 謝謝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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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繼續陸續在播出之後 跟大家分享一些感情 因為我是失戀那個專門戶 我有一個失戀SOP 我到時候會跟大家慢慢分享 好 謝謝大家 我是亞洲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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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